每个女孩剩下来就是一个钻石 发光的那种 每个女孩有一个婚纱梦 她们也有这样的权利 我帮她们实现了 我叫塞米日艾尔坎 03年的时候上大学 我比较爱美爱大伴的那种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们都说 哎呀 你打扮得太漂亮了 你确实是新疆人吗 你确实是喀什干人吗 2010年的时候回到喀什 我就看着她们 穿着把自己掩盖得紧紧的那种 尤其是那个老成的有些妇女 连她们自己那个自由出行的权利都没有 每个女人就是暧昧的 反正心里很难受那种 我想改变她们的穿着 她们的那个思维那种 2010年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吧 我也特别想穿那个白纱 我妈妈同意了 我爸爸同意了 但是别的亲戚她们不同意 但是我还说我穿了 很多人说干嘛要看泰奇的 连我的家人也住住过 她们人为打扮这样漂漂亮亮出去 就是不好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给那个新娘 给她们穿个那个白纱 也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的那种 至少我改变了 现在这些结婚的姑娘的那个思维 她们敢穿敢接受白纱呀 然后我给她们画的美美的妆呀 最大偏见是维吾尔族好多女性 不可能接受外界的那种新鲜的东西 只认为我们是一个门格山舞的 只会维语的交流也是维语的那种 但是我们现在改变了 我们真的改变了 现在很多女性独立了 她们知道她们想要什么 怎么样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我想的就是 白纱和我们的民族的有些元素 可以融洽在一起 展现在我们的那个婚礼上 美美的 东西方的那个文化 她们融洽了本民族的有些那个文化以后 才能持续地流产下去 我就这样想的 第一笔资金是付链给我的 三万 没有联系的那种 起步就是这样开始的 特别特别地感谢政府的那笔资金 真的 想起来也是 真的想哭 那时候我真的需要那些资金 她们通过我的化妆 然后自己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原来我这么漂亮 原来我也可以穿这样的美美的白纱 等待新郎来接我 虽然我一个小小的一个个体 但是我影响了我周边的很多年轻人 而且她们慢慢慢慢地就说 我选择是对的 我没有后悔 真的 我的愿望是在喀什干尔的每一个姑娘 帮她们实现一个美丽的婚纱梦 since 基因 在喀什干尔的每一个女群 他们是自明 Univers圣地的 Emmy的海那家 upa 我有一点 自己必尤的 注意 看到 喝 因为 ana ban 有多少人 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